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我是李國興 今天要和大家講的題目是,事過境遷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升了473點,收報28561點,成交又活躍上900億,有957億 今天港股可以説是乘住昨晚,美股的勢一直向上衝 記得在上個星期五,跟大家講視頻的時候 剛剛那天恆子高開低收 我講到是,空襲,然後星期一的時候 我講的題目就是,借勢回調 因為我那時的判斷就是,美伊衝突 美國空襲,伊拉克殺了伊朗那個將軍 恆子,港股就借勢回調 估計恆子就會跌到到27800到28000區之間 應該是借勢回調,不是一個很大件事 今天,去到星期四,一個星期之後 上星期五集,到今天星期四一個星期 如果回看這件事,真是借勢回調 從現在上升的水平 如果以收市位計算 其實是這一輪升浪的最高位 但是即使還沒有升穿,因為上星期五是高開的 好了,為什麼可以這麼快反彈呢 就是今天的題目,為什麼這麼容易試過境遷呢 就是因為其實美國和伊朗都不想這件事鬧大 美國殺那個蘇萊瑪莉這個將軍 其實就是為了美國的說法 就是逢止伊朗將軍 進一步殺害美國人 炸死了它 炸死了伊朗當然要報復的 不過它的報復真的很兒戲 它的報復方法就是這樣 它先通知伊拉克 我會射飛彈過來你的地方 然後伊拉克又通知美國的美軍 說快點會襲擊你了,你快點離開 於是飛彈射了過來之後 爆發完之後 一個美軍都沒事 但是伊朗自己 向國內就可以大舉宣傳 就是殺了80個美軍 甚至乎傷了200多個美軍 哇,真是重創美國 我們很厲害,嚇到美國沒有聲音出 你看到,因為昨天特朗普很晚才說話 整天都沒有話說 沒有聲音出 總之我們重創美國 打了它一巴掌 如果美國再搞我們 我們是再進一步報復的 美國就是,特朗普 其實你這樣射完過來 是預先通知了的 很怡氣,做足氣 交足氣 沒有人有事 當然又不會再採取進一步行動 所以現在相安無事 相安無事之後 其實昨晚美股已經先有反應 美國的市場 我講了很多次 12月12日 那天聯儲局意識之後 其實它已經是開始 就是說,沒有量寬的量寬 講到明是 今年是不會加息之餘 還會大幅買這個 增購資產 而資產負債表也大幅上升 所以美股其實很好 我們用一個代表 先看納子 昨晚納子創歷史新高 標普500也創歷史新高 道指也升了很多 但是這個最大的代表 納子 又上來了 又創歷史新高 收報9129 最高的時候 其實去到9168 新高 當然是科技股領頭 蘋果又創新高 什麼事都沒有 一天光光 之餘 搞到今天講股 當然是回來好 大家看看納子這部圖 早兩天打下來 估計27800到288關口 就是這個支持位 這個在《經濟日報》 近日一直都這樣寫著 結果在星期三 就是昨天的時候 最低是見過27857點 在這個區域裏面 當日立刻就已經有些反彈了 其實那些淡油下來 就立刻平倉 平了倉之後 今天又夾上去 裂口上升 還有賭形底 還有一個小賭形底 今天接近全日 最高位收市 今天收報 2561 其實已經比1月2號 那個高位 就高了一點 因為那天的收市位 是2543的 那就多了十幾點 那十幾點 雖然不是很多 不過象徵意義 那 有機會是可以進一步上升 那 如果不是即使上升 都不要緊的 其實一直都是 你不要說一定要馬上升 因為現在都1月開頭 今天1月9號 10號都沒到頭 10日都沒過 你就想去砰砰砰的上嗎 不要這樣 中線 我們繼續都是看著3萬關 今年如果樂觀的情況 是可以升到3萬6 繼續都是這樣看 但就不是說一個月 或者多久 你一定要很短時間就可以打得到 又不是這樣的 飯要一口一口吃的 是不是 矮仔上樓梯 其實就更加穩健 當然 如果他天天這麼急升 當然大家都開心的 不會說不好的 不過 現實的情況 就未必是 天天都好像今天這麼大的升風 今天升多些 明天有少少調整 回頭都不出奇 但是總體的形勢 還是一路 總之是向好 那國企指數的情況 都是類似這樣的情況 那星期三 即是昨天 其實回下來 就好像這個 大型頭肩底的一個 後抽形態來的 那其實我們經濟部都寫 國企和上正指數 一個頭肩底突破 走勢很漂亮的 今天有點像其形突破 那有機會就一路繼續再上 再上 我想那個量度升幅 就超過之前 四月的高位 去到一萬二千一百多 你當它一萬二千驅先 那這個中線的形勢 是這樣發展的 我繼續這樣 都是看好的 好了 那除了這個 就是美衣事國境遷之外 事國境遷還有一件事 是說什麼 是說中美可能 就是那個首階段貿易戰 有機會簽署這個協議 那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就證實了 就會飛去美國簽約 那希望中美那個緊張關係 亦都可以試過境遷 雖然大家都知道 有機會第二階段 和中國可能都會繼續 受到美國的壓力 美國可能就是 繼續要打老耳 是吧 因為這個是中美角力之爭 是很多年的這個 但是會不會中間有一個換幕期 或者就算你立刻要 重啟第二論談判也好 但是一直拖著 因為中國 你要重啟嗎 可以 不過我們就去國農曆年了 那跟著呢 跟著我們 兩會 每年的春節之後都兩會 安排 那一路一路 可能就是 有些時間走盞 那樣 希望就不要那麼緊張 中美關係有得緩和的呢 那港股呢 或者內地股市都會向好的 那今天一傳出來說 就是劉鶴會飛去簽約了 那樣 人民幣又繼續走強了 今天人民幣呢 升到去6.92水平的了 那曾經去到6.92 那現在這一刻是6.93幾 那但是呢 最下降的 就是人民幣強 6.92幾 好了 人民幣強 那A股當然也都做好了 那這個也是一個 順應指數一個 一個頭肩底的形態來的嘛 那它呢 昨天也都好像國企指數 一個好像後秋那樣 那今天升幅就不算多的 一向呢 你也知道啦 上正就不是最強的那個 深圳成份股 和深圳創業板股市的那些 升幅更多的 那上正今天升0.9% 但是深城呢 就升了 1.8%的 深圳創業板指數還升得多 升2.7% 就是說呢 深圳創業板那些細股 深圳那些股市中小型的民企 那些股份升得多 帶動內地的股上升 那反而呢 上正就是上海那裡 多數是一些大型國企的上市 那些升得慢一些的 那你認清那個形勢 所以呢 香港其實都可能是一些 內地不過是一些 民企啊 或者是一些中小型的股份 領導升得多一些的 升得快一些的 好了 那認識過大型勢之後呢 就是美股 標普500 立指創新高 港股金融也都反彈了 走勢不錯 內地股市走勢不錯 這個人民幣也都升得幾好 那大型勢大家明白 那有機會呢 進一步上升的 中線仍然看好的 那有什麼股份呢 那今天呢 有三類股份呢 走勢得很漂亮 其實不止的 今天百花齊放 好多都升的 那譬如這個 阿里巴巴 有創歷史新高 不過那些升幅都不算很大 第一類升幅是升得多的 民企 就是體育用品股了 那今天體育用品股呢 李寧升9.3% 那途中所見 安達 安達呢 就升8% 77.5% 突破下降軌 這個股份 其實現在的市值來計 真是很有機會 納入這個恆生指數成份股的 這些股份大家可以留意的 好了 那另外一個板塊 就是以恆子成份股裡面的 手機設備股 其實不止恆子成份股的 手機設備股 其實整體整個 手機設備股啊 5G股啊 都是升得很好的 不過以這個信譽光學為例 今天升6.66% 上到141元 那早前呢 跌很多天下來 那現在有一些 一個連續兩棍上去 昨天已經是一個 見底反彈的跡象 今天再一支揚足上去 走勢都是比較好的 是有機會衝破頂的 一浪高於一浪 你看到它近來 其實一直一直反彈上的 那這一隻就升6.7% 那其他的呢 譬如好像2018 瑞昇呢 其實都升4.4% 那1478 優泰呢 都升6.3% 手機設備股 還有一隻 我也是看好的 那隻是2.5% 就是 比亞迪電子 今天都升4.3% 好了 物管股第三類 物管板塊 今天呢 都有幾隻破頂的 都走勢不錯的 那你小的呢 這隻 譬如說永昇生活呢 今天升8點幾個% 破了頂走上去 大一點的 好像碧桂園服務 那樣都升4.8% 那一連串這些股份 走勢比較理想 現在的市場 一套回來的時候 那些資金呢 就落回去一些 題材股那裏 那裏 今天說了 時間關係 不能夠說了那麽多板塊 那集中說了三個板塊 第一個 體育用品板塊 第二個呢 是這個 手機設備板塊 第三個呢 就是物管板塊 這些都可以值得 大家留意的 好了 今天分析就這麽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感謝大家 我在這麽多了 有點像 天氣 你們 有 在那麽多了 也 有 有